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2017年润宇 苏有韩国第一美人之称的白富美金泰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此时的她可谓爱情事业双丰收 更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 可是谁又能想到 就是这位风光无限的寒流天王 她的背后却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心酸故事 同年时期因为父亲经营不善导致生意破产 那时郑志勋家中经济十分困难 万般无奈之下为了撑起这个家 父亲被远赴国外打工 母亲则艰难的靠卖米高调维持生活 很小就懂事的志勋 一放学就回去帮母亲干活 但事实上母亲每天赚的钱 连家里的基本开销都负担不起 那是因为家里穷收回费不够 有一次郑志勋更是连续饿了五天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 韵表示自己当时就想 如果再这样下去可能会饿死 头一次觉得贫穷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过度劳累 母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而当时她家里连五百块银币都找不到了 根本就没有钱买药 心急的志勋为了给母亲赚取医药费 去工地干活 不过因为年龄太小 只能拿到很少的报酬 都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虽然遗憾的是 母亲离世时 依旧未能亲眼见着儿子的成功 在母亲离世后 年幼的Ring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 从那时起 Ring就在心里安自努力 未来一定要成功 虽然佳竞平还给她带来了无限的压力 但同时也给她带来了无限的动力 努力的种子也早在Ring的心中 悄悄发芽 从18岁开始 Ring便决心走上演艺事业的道路 但刚开始并没有那么顺利 由于并不出众的样貌 没钱没背景 面试了30多次就被拒绝了30多次 但这也促使Ring在训练上更加刻苦努力 因为她想要出人头地的欲望 比别人来得更加强烈 就在Ring近乎绝望的时候 她遇到了人生的伯乐 GYP朴正英 天赋加努力加机遇 通过日复一日的努力 Ring慢慢超过了团队里的其他伙伴 而Ring出道后也不负众望 一跃成为了天王巨星 在21世纪初 个人出道的Ring就靠着硬实力 拿下了亚洲武王的称号 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巨星 她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虽然Ring的出生以及她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 甚至有许多的坎坷 但在2017年与金泰西友那一期不如婚姻殿堂的她 在爱情方面可谓是幸福满满 二人更成为了娱乐圈公认的一对金童玉女 爱恋一年 恋爱五年 结婚四年 自2011到2021 Ring与金泰西的爱情长跑 可谓是细水长流 让人慢慢的羡慕 2011年一起合作拍广告相识 初次见面便一见钟情 自那之后 Ring便开始对金泰西展开追求 一位是天王级别的巨星 一位是韩国的国民公主 作为韩国两大家喻互小的明星 狗仔自然也是会十分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2013年元旦被曝光了两人的恋情 自此二人开始了普通人的恋爱生活 既不高调地在社交媒体或电视节目中秀恩爱 Ring和金泰西在回国后 也常常被抓拍到约会的场景 面对拍摄也不遮遮掩掩 谈我们自己的恋爱 你们爱拍就拍 这样大大方方的恋爱谁不想要呢 简直甜度爆表 期间Ring服兵役 短暂的分别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的情感 并遇期间更是爆出 Ring偷偷跑出来与金泰西约会 因此也受到了部队的责罚处分 2017年Ring和金泰西正式步入了婚姻殿堂 结婚后到现在已经快要四年的时间 一直都十分甜蜜 而且还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可真是让人羡慕啊 不止荧幕上的事业发展备受关注 更是成为韩国演艺圈公认的模范夫妻 甜蜜的夫妻日常也是广大网友关注的热点 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如今 已经在一起十多年的他们 从演艺圈同事到恋人 从恋人到夫妻 再到为人父母 他们作为彼此最珍贵的同伴 守护在彼此身边 不过在于金泰西结婚之前 Ring也曾传出过两端绯闻 当年在与宋慧桥合作拍摄浪漫满屋期间 Ring也是与剧中CP宋慧桥传出了恋爱绯闻 那时候浪漫满屋火遍亚洲 两人在全亚洲跑宣传的时候 也是充满了暧昧的气息 不过对于此消息 当事人并未承认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 在韩国 艺人承认谈恋爱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以当时Ring的人气 自然是不会做出这种行为的 再后来 Ring与全志贤被爆出了绯闻 当时韩国媒体也是传得很真 据悉当年两人还被拍到戴琴绿手环 不过在看到这一消息时 韩国粉丝们都非常开心 毕竟二人当时的年纪也不小了 同时两个地位也相当 不过这段绯闻很快被当事人否认了 而引起金台西的Ring 真人生赢家失垂了 这部夫妻二人还曾一起参加了综艺节目 全志干预事项的录制 在综艺节目之中 大家首次看到了Ring家的豪华内饰 但网友们纷纷吐槽室内装修过于简单 夫妻都是一线大牌艺人 收入理财方面都十分强 甚至在2020年被评为 明星夫妻吸金的榜单第一名 看到他们的豪宅内的剪辑装修 也难怪吐槽他们夫妻太少太小气 Ring夫妇虽然自己家的装修十分简单 但在死善方面却是热心投入 愿意将租客的房租减低一半 来帮助租客度过经济的危机 另一方面 他们也在各自的位置上继续努力活动 Ring去年掀起GGAN热潮 迎来了新的全盛期 天王热度依旧不减 38岁的他和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有两样 之前被吐槽演技差的金太熙 也通过电视剧你好妈妈再见 以更加成熟的演技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婚后的二人一起参与广告拍摄 气氛超甜蜜 另一现场工作人员直呼 真实的夫妻果然不一样 就连广告的幸福感也直线上升 在拍摄花絮里 静太戏与Ring互动不断 各种互动都流露着真情 多年相恋 拍摄结束后二人也是相拥离开 举止行为十分请你 满贫的狗粮而人羡慕 虽然Ring把重心放入家庭后 很少出现在了我们视线里 但是他带给我们的作品 以及在娱乐圈中做出的成绩 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世界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喜欢谁就告诉小世界哦 小世界会每天给大家更新最新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